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Stonehenge Metals在韩国的锦山项目 已完成地表沿泻化学分析 结果显示 八氧化三釉含量高达0.5354 创下项目期间为止最高的品位记录 公司已确定进行钻探作业 进一步查明这一新的勘探靶区 此外公司在韩国的旗舰项目 大田项目也正在推进中 项目的初始Joke推顿资源量 为3490万磅八氧化三釉 品位为0.034% Highlands Pacific今天报告称 公司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世界级FREDA铜金项目的 重大勘探钻探结果已经出炉 钻域地表以下34米的矿体459米 铜含量0.61% 金品位为每吨0.51克 这次加密钻井将用于界定 扮演铜金矿资源和露天矿坑 这是FREDA项目银行 融资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 现在该公司在FREDA项目的 地下金属资源份额 已达到铜250万吨 黄金320万盎司 Clancy Exploration已经收到 新南威尔士州中部 100%所有的Condoblin项目 最新一轮的沿泄取样结果 分析结果全部显示 金、铜、银、铅、铅、铅和铅的高度异常 12个分析样品中 7个金含量超过每吨5克 两个分析样品的铜含量超过5% 一个样品的分析结果 新含量为25.3% 沿泄取样证实 该地区运藏浅层高品位矿化 潜力巨大 该公司计划在12月季度进行钻探作业 Aerifora Resources为推进Nolens稀土项目 宣布配股7500万股 每股1.2澳元 共筹资9000万澳元 Nolens稀土项目预计将在2013年 开始生产稀土养化物 大股东华东勘探开发局将得到配股邀请 以保持22.17%的持股比例 但需要得到澳洲和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 以及Aerifora股东的批准 如果华东勘探开发局参与配股 保持当前的持股比例 筹资总额还可增加2590万澳元 以上新闻由ABN News 1 莫妮卡扬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